决定分期付款来交钱 后来她后悔了 就在七天的鉴赏期内告去书商 她想退货 结果对方却是一再的拖时间 过了鉴赏期 更仗着这个妇人不愿意试字 骗她签下了付款申请书 这个妇人当然不愿意付钱 就被告上了法院 妇人也出面痛批 这个书商根本是诈骗集团 儿童书籍装了整整三大箱 就摆在地上 明明有在七天鉴赏期内要求退货 但都已经过了将近一年 书还摆在原地 去年11月 陈欣夫人在书展上被推销买书 决定分期付款缴钱 隔天就打电话告知书商要退货 对方却表示权限不够 不能决定是否退货 在鉴赏期内一再拖延时间 12月初业者到家中拜访 撞着妇人不适自 要她签分期付款放弃书 没想到签的却是付款申请书 一个月后妇人收到存证心函 被要求付款 才惊觉自己受骗上当 骗人啊 可是名义是大公司啊 其实就是一个诈骗集团啊 只是换了一种手段而已啊 怎么说呢 不止如此 业者还疑似伪造文书 这本合约上明明只有一个签名 副本却多出诚信妇人的名字 明显就是伪造的 花大钱买书却被告上法院 幸好法官判决诚信妇人 申诉还给她一个公道 因为这部分的话 我要先去做一个查询的部分 面对指控 书商没有出面回应 只是这样拖延鉴赏期的手法 已经损害花钱买书民众的 基本权益 中文新闻林医生 宜兰财送报道 屏东一名陈信高中生 和一群村内同伴跑到东西